各位好 那我们来介绍 如何判断 结线和 负线的数量 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 两坡圆的间距 然后 也知道坡长 那这样可不可以直接判断 总共在空间中会有 几条结线负线呢 那可以这样做 首先呢 这个左右两边是对称 左右两边是对称的 所以其实我们 只要看其中一边 然后乘以两倍 并且再加上中间这一段 这样就可以算出结线 就可以算出负线的数量 负线的数量就会是 先算一边 然后乘以二 再加上中间这一条 就是负线的数量 那我们先看其中一半 先看其中一半的话 首先我们知道一件事 就是 就是 负线到负线 如果只看 S1 S2 如果单纯看 两坡圆的连线 S1 S2 它会有点像柱坡 对不对 就是 波谷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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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谷波峰波谷 因为负线是波峰于波峰 所以 意思就是说 两个负线 在S2 S1连线上呢 两个负点之间的距离 就是半坡长 这个有点像 这个有点像柱坡的情况 两个负点之间的距离就是半坡长 对 然后我们现在又只看其中一半 又只看 其中一半 整个图像的其中一半 那所以 从正中间 算到其中一个 波远的距离 就是 二分之珠 所谓的珠 就是 波远的 波远的间距 这样子 那这里的S1 NAMDA意思是 波远的间距 这张图是 左边这张切 切出来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件事 其实呢 因为 因为 二分之NAMDA就是 复线的间距嘛 然后 起点正中间又是 一定是复线 正中间是中央复线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算 只要算有几个半坡长 只要算 这个 两坡元间距的一半 两坡元间距的一半 有几个半坡长 我就可以知道 总共有几条 好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一张图里面有几个 附线 就是 两坡元间距的一半 去除上 半坡长 就可以知道说 有几个 附线了 所以我们就把 二分之珠去除上 二分之NAMDA 二分之珠除上 二分之NAMDA 那今天这里 这里的话 因为 我们已知条件是 s1到s2是3LAMDA 所以 3LAMDA去切一半 就是 二分之三LAMDA 这里写清楚一点 珠是3LAMDA 好 所以 二分之珠是 二分之三LAMDA 那所以最后 二分之珠 去除上 二分之NAMDA 就等于3了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 三条附线 没错吧 没错 那如果想要知道 总共的附线 那就很简单 就是 就是乘以2 然后 再加1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里一边的附线 是三条 那 两边的话呢 就会是 2乘以3加1 就会是7条 这样子 那 如果是结线呢 如果是结线的话 像 上面这张图 他有三条结线 可是下面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 左下角这张图 有四条结线 那 那 可是他们的 附线都是三条 像这个 一二三三条 可是这边也是 一二三三条 但结线 结线数量不同 右上这张图 是三条结线 右下这张图 是四条 那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 就差在 最外面的这个部分 最外面这个部分 那 最外面这个部分 是结线的时候 那就是波层差是 波层差是 波层差是 有点五 的时候 波层差是半波厂 基数倍的时候 那 其实呢 两波圆间距 也可以看成是 波层差 就只要我们把 P点移到 移到S1 或是S2 那 S1到P是0 那S1 S1到P是0 S2 S2到P 不就是 两波圆间距 所以 所以 我们前面的讨论 波层差是 有出现半波厂 那就是 半波厂的基数倍 那就是 会有结线 那今天P点 P点如果在S2 那从 P1到S2 要从P1到P 从S1到P点 从S1到P点 就是3.5λ 然后 S2到P点是0 所以它有3.5 所以它有3.5 所以P点会是在 结线上 可以这样看 就是 把P点移到 两波圆其中一个 上面 那这时候 两波圆的间距 其实就相当于是 P点位置的波层差 那所以 当波层差是 半波厂基数倍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P点就会在结线上 所以 S2外面 S1外面 就会是结线 好在 它们的间距是 半波厂基数倍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 拿这个 间距的一半 去除上 2分之λ看看 那今天 间距的一半是 3.5λ的一半 3.5λ的一半 然后去除上 2分之λ 所以这一张图的话 间距的一半 去除上2分之λ 去除上2分之λ 就是3.5λ的一半 除以2分之λ 结果是3.5 所以 意思就是说 当 我这个情况下 它是 一边 的结线 是4 然后两边的话 就8 不用加1 因为 正中间不是解线 正中间是 中央负线 所以 其实 同学可以看得出来吧 就是 我们在 把半波厂 我们拿 间距的一半 去除上半波厂的时候 其实 我们就已经在 应该说 我们拿 间距的一半 去除上半波厂的时候 我们 就可以把 2分之1消掉了 就是 这样子啊 就这样消掉了 消掉 然后 整理出来的结论就是 它如果是 1啊 2啊 3啊 等等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情况就是 它的 S1 S2 的 外面 会是 会是 负线 会是负线 然后 而且这个数字 就代表一边的 负线数量 就是 整数啦 整数就是一边的负线数量 那如果说是 如果它是 除下去 除下去是 0.5 然后 1.5 2.5 等等的话 那 就要 进位 就要进位 然后就会得到 它的一边的 结线数量 我把它写清楚 所以综合这两个的话 那同学就可以稍微记一下 就是 如果 两个 坡圆的间距珠啊 去除上坡长呢 是 整数 那这个整数 就代表 一边的负线数量 一边而已哦 如果要 算全部 就要乘以2 再加上中央那一条 那 如果今天它是 0.5 例如说 除下去之后 珠除以让达是 3.5 那3.5的话 它一边的 结线是4条 一边的结线是4条 所以0.5 我们就会 直接进位成 1 有点类似四舍五入 就变成 一边的结线数量 那 所以 像 这边的最后一个例子是 如果今天 两波圆间距是 3.3的话 那 这个时候 一边的结线数 和一边的负线数 是多少 就是把它 用 这个 珠除以让达是 因为我们前面 这个 二分之珠和 二分之让达 二分之一都消掉 所以 所以 这里 如果是珠除以让达的话 那 这里 算出来应该是 3.3 是3.3 对 那 我们的 间距 两波圆间距是 3.3让达 那 除上让达 就是3.3 这个 3.3 达 达 就是3.3 那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 就是 它有3 所以 它是 就是 负线一边是3条 一边负线有3条 然后 全部的话 就是 2 乘以3 再加1 再加1 对不起 那这个点3呢 点3 小于 0.5 它 它 它要到0.5 它要到3.5的时候 3.3要到3.5 这边 才会多出一条 现在 3.3 最 右边这边 没有 没有多出来 所以 既然没有到.5 那就 没有出现 第四条 没有出现 第四条 结线 所以这样的话 结果就是 一边的话 它的结线是 就 只有3条 那 总共的话 就会是2 乘以3 就会等于6 所以 同学可以 检查一下 是不是 一边 负线是3 一边负线是3 然后一边结线是3 所以 这个是一个 比较快的 方法 就是 拿 2 坡圆间距 去除上坡场 然后 就去看它的 数字 整数的部分 就是一边的负线数 那 小数的部分 如果小于0.5 那 结线跟负线一样 数量一样 那 如果是 达到0.5的话 在 在坡圆的外侧 就会出现 结线 那 注意 这只是一边的 这个算出来 这个数字 这些数字 只是 一边的 那 如果要算全部的负线 要记得 乘以2 变两边 还要再加上 中央 负线 那 结线的话 就不用 加中央负线 就直接 乘以2就好了 好 那我们就补充到这里 谢谢